这几个咱们来看一下对车辆的要求 对网约的平台公司 这些要求 第一题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是指符合什么条件的 这是七座及以下乘用车 并按照乘客意愿行驶 通过预约方式承拦乘客 根据行驶里程或者约定计费的经营活动 OK 这里咱们看预约 找预约 你看 有预约的只有B和D 但是咱们这车是七座及以下 所以只是B复合 预约 你就不能上道路巡游 再注意 第二题 你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复合的条件有 这是ABC 很多人容易选错 把D也选上 为什么不选D呢 第一个 当时法规里就规定是前三条 七座及以下乘用车 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应急报警装置 以及第三条 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没有第四条 另外 第四条 不选 还有这个理由 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说的是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而这里说的是地方人民政府 咱们可以这么记 实际上这个东西 跟咱们实际开车关于不大 但是咱们做题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记啊 怎么选 为什么这么选 第三题 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60万千米是强制报废 这个口诀是60报废八年退 八年退 60报废八年退 八年退是什么情况 就是没有达到60万千米 但是达到八年了 就要退出网约车的经营 第四题 考的口诀叫60报废八年退 行驶里程未达到60万千米 但使用年限达到了八年的网约车应当退出经营 如果是达到了60万千米 那就要报废 第五题 国家规定出租汽车车辆强制报废年限上限是八年 八年 第六题 别看自主说 实际上很简单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令哪些行为 咱们看 拼装报废的 不能有改变 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的 这也不能有 伪造编造的不能有 使用其他车的 这标志的也不能有 ABCD都有 第七题 小王的网约车在接受检查时被要求取下悬挂后视窗上的一串风铃 这样做的原因是 是根据咱们交通法的规定 不得违规在车内悬挂 影响行车安全的设备设施 如果你玩得放的话 咱们看后视镜 就是车内的后视镜 会影响视线 第八题 下令哪一选项符合出租汽车辆基本要求 是都有 ABCD A车辆报废应按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执行 B取得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合法的有效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 简单来说就是有号牌和行驶证 C就是配有技嘉器顶灯消防器材 D也就是说技术条件符合国家强制性检验要求 第九题 第九题说国家鼓励寻用出租汽车实行规模化 集约化和公司化 简单来说 不要是零零散散的 都是形成规模 这样节省了管理成本 对于管理部门来说 也节省了管理成本 第十题 出租汽车应安装符合当地出租汽车主管部门规定式样的顶灯标志 这个顶灯标志与什么联动呢 与空车带租标志 OK 这里说的实际上是巡游车 这里咱们需要记住顶灯和空车带租标志联动 之一 下列设施 哪个不属于出租汽车应当安装的设施 是倒车雷达 没有强制安装 至于机家器顶灯和车载卫星定位系统 这是强制安装的 十二 如同所示 无障碍出租汽车与普通出租汽车服务标志的区别在于前者设有 设有无障碍专用标志 这个专用标志在这里 十三 出租汽车车辆内外是不可擅自张贴商业广告 虽然说现在咱们看出租车有的车上会有小广告 但是按规定来说是不可以的 十四 出租汽车应当按规定安装 空车带租标志 暂停运营标志 顶灯和经检验合格的计价器 这是都有的 虽然考的是巡游车 但是咱提库里如果出这样的题 你得会 现在是巡游车和网约车用的是一套提库 十五题 下列哪些选项符合出租汽车车容车帽的有关要求 A 无障碍出租汽车应保证充足空间安放轮椅 B 车辆设备完好齐全 功能完备 车辆整洁卫生 这都是复合的 那个C肯定不选 说只要怎么怎么样 那肯定这种是不选的 D D看起来也对 为什么错呢 错在 说未乘客行李预留空间不少于一半 应该是不少于三分之二 16 出租汽车车辆号牌应当清晰 固定短正 无遮挡物 无反光物 是都有的 实际体也比较简单 说出租车的驾驶员在运营服务时应当做到夜间行车 开启出租汽车顶灯 B 说找朋友代驾 这是不行的 C 使用经计量检定合格的机家器 D 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 18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应当做到 A 随着携带这证件 B 放置服务监督卡 C 说在服务站点依序载客 D 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 19题 出租汽车应当按照规定配置 配置消防器材 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和计程机架设备 至于说这个倒车影像 好多车上也没有 是不做强制要求的 20 下列哪一表是符合出租汽车 车辆整洁卫生 咱们很明显 A 车辆内整洁卫生无杂物 意味 B 坐套 头整套 齐全 整齐 平整 C 车身内外整洁明亮 无破损 D D他说可以自行张铁广告 这是不可以的 21 下列哪些选项符合 徐印尤出租汽车服务标志的 有关要求 A为什么不选呢 A说按出租汽车驾驶员 需要喷出车身颜色 那是不行的 啊 证据的是BCD 设有符合规定的 空车带租标志 散停运营标志 电招服务标志 按要求在车身 标示出租汽车经营者名称 价格标准 服务监督电话等 和车辆年检 年检的审验和额证 环保标志等按规定 粘贴 22 下列哪些选项符合 巡邮出租汽车车辆基本要求 A车辆包废应按照规定 执行 B取得号牌和机动证 和行驶证 C配偶对机架设备 顶灯和消防器材等 D所符合 国家要求 所以是ABCD都有 23 网约车平台公司简单来说就是像滴滴这样的 应当保证提供服务车辆具备什么呢 合法营运资质 技术状况良好 安全性能可靠 线上线下 提供服务的车辆一致 以及具有营运车辆相关保险 这四个是都需要 都要具备的 并将车辆相关信息向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 24 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 许可程序实行 实行是两级工作一级许可 OK 这个咱们记住 因为这个东西给咱们也没有啥关系 但是题目里考了 咱们就得会 两级工作省级市级 是工作 不是认定 24 这个问题是签合同 出租汽车经营者以实行员工制经营模式的 实行员工制就是公司对员工 所以这时候应该签名的是劳动合同 不是经营不是承包不是机体是劳动 员工对应的是劳动 26 出租汽车经营者不是实行员工制经营模式 就要按照 全则对等风险供单 风险什么风险 经营的时候会有风险 与驾驶员签定的是经营合同 风险对应经营 27 网约车平台公司 比如说滴滴这样暂停或者终止运营应应当提前30日向 这个部门 说明报告 说明情况并通告 通告谁呢 通告的是提供服务的车辆所有人 还有提供服务的驾驶员 28 再说的是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开展哪方面的培训和时常教育 这全能有法律法规 这些道德服务规范和安全运营